大家好,我是杰奇,欢迎来到专利洞察 上一期影片我们讲到了炼天堂的微社交技术 今天我们来讲炼天堂的另一个新玩法 我们知道炼天堂是一家非常重视创新的企业 在Switch1上市之前就已经规划了相当多的专利布局 其中有些技术已经实装在Switch1上 但其实还有一部分技术目前还没有看到实际应用 未来在Switch2上实装也是很有可能的 今天要介绍的萤幕拼接技术 可以让多台Switch萤幕自由组合 无论怎么摆放,画面都能及时连接并重构 让游戏的玩法更加自由扩展 我们来看看这边专利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炼天堂在早期的游戏机上就对双萤幕游戏有过一些尝试 比如说2004年的NDS系列 NDS采用了上下双萤幕的垂直排列设计 上萤幕是主要画面,下萤幕则是辅助萤幕 并具备触控功能,你还可以搭配触控笔来操作 NDS采取的是固定的开合结构 也就是两个萤幕的位置是无法变动的 举例来说,上萤幕可以显示主游戏画面 比如你的角色或大地图画面 下萤幕则可以显示选单、道具栏、小地图或是换武器的一些互动元素 这样的设计好处在于操作直觉、互动感强 而且资讯分工明确,不会全部集中在同一个画面上 而在2012年的WiiU主机中 玩家可以将主机连接电视 并搭配一台内建萤幕的WiiU Gamepad 就能同时拥有电视与掌上萤幕两个画面 Gamepad本身还支援触控以体感功能 电视萤幕部分,通常用来展示的主要游戏世界 是大家可以一起观看的多人共事画面 而Gamepad萤幕则可以显示每个玩家的个人资讯 例如地图、瞄准器、道具操作等 比较经典的例子是WiiU的首发作品中 《热焰堂乐园》里的《马利欧追逐战》游戏 这Gamepad的玩家扮演马利欧 其他四个玩家只要想不尽办法抓住他 马利欧玩家只能看Gamepad萤幕 在Gamepad萤幕画面上可以看到完整地图和其他玩家的视野方向 可以借此掌握逃跑的时机 而扮演鬼的四位玩家则只能看电视的大画面 并透过距离雷达来大致判断马利欧的位置 所以常常发生快抓到马利欧的瞬间 踩个转角他就突然又消失 这个设计就创造了一种非对称玩法 也就是每个玩家看到的画面不同 游戏过程中可以产生很多策略与趣味 但这些双萤幕的游戏设计 被认为还有改良的空间 首先是装置的摆放方式太固定 玩家无法自由决定两台装置的相推位置 画面显示也过于实版 有些画面只能依照预设逻辑来显示 比如说当两个萤幕作为一个大画面展示时 画面的角色只能从上一幕移动到下一幕 却无法自由地从左到右甚至斜对角移动 这些装置里并没有内建感测器 例如内建陀螺椅加速度感测器等感测元件 无法得知两台装置实际上的摆列位置 所以系统也无法侦测装置的实际摆放方式 换句话说 这样的双萤幕设计目前能偏上于大画面的展示 资讯的分工或是提供不同视角的创意呈现 但还无法进一步发展出更多互动性或创新应用 针对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 烈焰堂提出了三个有趣的创新一点 第一个创新 用滑动手势来决定装置的相对位置 然后让画面自动拼接起来 简单来说 假设你有两台Switch 你只要用手指从第一台萤幕滑到第二台 系统就会看懂这两台是摆在一起的 然后自动把画面接起来 变成一个完整的大画面 当你用手指在萤幕上滑动时 系统会记录下来两件事情 坐标跟时间 当你从第一台Switch萤幕滑到第二台 系统会记下两段滑动的起点和终点 比如第一段是从左滑到右 第二段也是从左滑到右 还有中间这段手指离开第一台 接触到第二台的间隔时间 这些资料就会变成两个滑动向量 加上一个时间差 系统就能判断出滑动方向跟装置摆放的相对位置 举个例子 如果你都是从左滑到右 那系统就会推断第一台Switch在左边 第二台在右边 如果是从上往下 那就是第一台在上面 第二台在下面 而那个间隔时间也很重要 如果你滑完第一台很快就碰到第二台 那系统会判断这两台装置距离很近 如果中间隔了比较久 那就代表他们可能放的比较远 这些资讯就能帮助系统推估 要不要在中间补上一段虚拟空间 还有要怎么安排每一台装置 在虚拟坐标系中的位置 简单来说 你只要把两台Switch放在桌上轻轻滑一下 系统就能帮你自动拼接画面 像拼积木一样 把它们变成一个完整的大画面 这时候画面的小球 就可以从左边滚到右边 主角也可以跨越两个萤幕探索地图 甚至两个人可以各玩一边 但就像身在同一个世界里 也就是只靠一个简单的滑动手势 系统就能判断出装置的方向和距离 自动拼接成一个大平台 第二个创新 根据装置间的距离和倾斜角度 动态调整虚拟画面的呈现方式 系统不只知道装置怎么摆 还能感应它们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有倾斜 或者高度有没有落差 接着就会根据这些资讯 自动调整画面 让整体看起来更自然 更有真实感 举例来说 当你用手指从第一台Switch画到第二台 中间那段没有萤幕接触的地方 就会被系统当成刚刚提到的虚拟空间 这时候系统就会自动补上一段场景 比如隧道 地板 墙面 甚至一个黑暗的过渡区域 让角色看起来就像真的穿越两台装置之间的空间 而且每台装置里面都配有姿态感测器 比如陀螺仪 加速度感应器等等 这些感测器可以知道装置有没有倾斜 或是高低不同 举个例子 一台可能垫高了一点 一台平放在桌上 或者桌子的左边比较高 右边比较低 系统会根据这些资讯 自动调整画面表现 甚至如果有一颗球在上面滚 球在倾斜的荧幕上就会滚得比较快 达到模拟重力的效果 角色如果要跳到比较高的装置上 也要需要更多的力量 画面视角也会跟着有自然的畅下倾斜感 整体来说 这样技术让拼接后的画面不只是接起来而已 而是看起来真的像一个立体 有空间感的世界 第三个创新是 支援多装置的动态组合 简单来说 不再只限于两台Switch 你可以用三台四台 甚至更多台Switch一起玩 装置的摆放方式也完全不受限 可以横排 直排 L型 立志型 甚至影响出来的任何形状 系统都能自动把画面拼接起来 变成一个超大 而且可以互动的游戏世界 这跟以前NDS或WiiU的设计很不一样 以前都是两个萤幕 没办法加第三台 也没办法斜着摆 更别说什么角度变化了 但现在这个萤幕拼接技术就很自由 今天也可以横着摆两台Switch来玩弹珠台 明天再加一台放在上面 变成三角形的组合 三个人一起玩冒险游戏 一人拿一台拼成正方形 来上合作闯关 整个重点就是你怎么摆都行 没有预设也不需要固定的模式 想怎么组就怎么组 玩法完全可以跟着你摆的方式一起变化 如果我们把这个技术 应用在这个保龄球游戏上 玩家可以把第一台Switch装置斜放 用来模拟保龄球道的下坡 再把第二台Switch平放 当作球道的末端 系统会根据每台装置内建的姿态感测 先上头预移来督取各自的倾斜角度 再结合玩家手指在萤幕上的滑动动作 建议起两个画面的连接关系 当然在游玩的时候 保龄球就会从斜放的Switch上发出 因为有倾斜角度的关系 球会自然的向下滚动 而且滚动的速度会根据倾斜程度自动计算 模拟出有重力的物理效果 当球从第一台Switch滚进第二台装力致死 画面与物理效果都会无缝衔接 球接着撞到球屏 就会在萤幕上显示出击倒动画而得分 这样的玩法不只是画面拼接 还能真实模拟保龄球道的坡度和投球过程 玩家甚至可以透过调整装置的倾斜角度 来改变球的速度与轨迹 进一步创造出各种策略与花式玩法 那如果将这个技术应用在一个拼图游戏上 系统会将一个完整的图片 比如说一根橡胶切成两半 分别显示在两台不同的Switch装置上 玩家的任务就是要手动移动两个装置的位置与角度 让这两半图片能够正确对齐 那你觉得摆的差不多了 就用手指滑动一下 将两台Switch进行连接 系统这时候会判断拼图是否完成 它会比较目前两台装置的相对位置与方向 和预设的正确对齐资料做比对 只要位置与角度够接近标准 就会判断为拼图成功 这时候画面就会播放一个拼图完成的动画 把两半画面合成一个完整的图像 这个游戏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结合空间移动与位置感应 让玩家不再只是动手指 而是需要实际移动装置本身来完成任务 简单来说就是透过实体移动 加滑动手势来达成画面的重构 让玩法更具互动与创意 这样的游戏体验从出发点来看 本身就非常有创意 让相当倾佩任务堂在研发上展现出的 像向力与技术能量 接下来聊聊这样的设计 实际推广上可能遇到一些挑战 一般玩家家中通常只有一台Switch主机 如果想要透过这种多台装置拼接来玩游戏 就需要多人实体到场 每人都带一台主机才能实现完整的玩法 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 透过线上连线一起游玩 尤其疫情之后 大家更倾向使用远端配对 与音聊天的方式互动 而像现在的Switch2 也可以透过C键来与音聊天 其实就能在不见面的情况下达到互动效果 所以这种拼接玩法更适合实体GOS使用 像朋友相约、家庭团聚、大家面对面一起玩 效果一定很好 只也正因为疫情改变了大家的使用习惯 这种需要实体在场的玩法 要再推广回来可能会比较困难 再来是硬体层面的问题 目前Switch的萤幕重量其实还不算轻 如果在拼接或移动的过程中 不小心手滑或是玩得太激动 那很有可能导致这个萤幕摔坏 损坏风险相对很高 不过也许未来几年 萤幕的成本会大幅下降 重量变得更轻 甚至有更好的抗摔耐用设计 那么这类装置之间的实体拼接玩法 就会变得更可行 也更普及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利就聊到这边 如果你对这样的技术还有其他想法 比如说你觉得还可以套用在哪些游戏类型上 或者你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创业玩法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 我是杰奇 解析专利带你瞄懂原理 谢谢你看到最后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